Lio聊世紀 天眼中心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伯根帝人對上哥德仁 這上比賽也是天星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藍方選擇的是 伯根帝人 伯根帝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的火槍的增傷 有25%傷害 那火槍火炮都可以吃到這個效果 那伯根帝人呢 他有這個我們的160遊俠 160遊俠是可以速成的 因為他的馬舟科技是半價 連遊俠的升級也是半價的 伯根帝人的後期 遊俠可以速成出來 但是他有一個缺點 他的遊俠是沒有品種的 所以血量就是我們所謂的160 伯根帝人還有更厲害的特色 就是他在黑暗時代 就可以點映農銀幕 但是會比較少 通常都是點了封建時代之後 才會去生映農銀幕 伯根帝人這個提前 一個時代點科技的一個效果 讓他經濟其實是一個不錯的 但是你要去點這些科技的話 就意味著你的軍率 可能會有點稍微不足 所以伯根帝人算是一個 比較需要去 先做一個防守反擊的一個文明 先把自己科技領先之後 再轉到這個城堡時代的重裝騎士 去打出一個優勢來 是一個比較常見的一個打法 那後期的伯根帝葡桃園呢 也可以讓他農田產生黃金 讓他有遠遠不解的黃金可以使用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黃色是選擇了哥德勒 黃色玩家也是我們熟知的 這個viper viper呢最近跟Helob是 有那個打魯P圖的那個事情 大家都說 他們不是剛炒玩家嗎 2v6怎麼會一起打這個玩家 稍微解釋一下 其實他們從以前到現在 常常在做這種事情 就是在那邊護嘴 嘴來嘴去的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因為大家喜歡看嘛 只要有血流成河 大家就喜歡 那大家喜歡的話 那他們就會做 那就是youtuber 跟一些頂尖職業選手 會去做一些 算是炒流量的一件事情 我個人是沒有到很喜歡 所以我不會去太多的放大這件事情 好 那我們就回到比賽中 那哥德仁呢這個文明 主要是有這個步兵文明的哲客 每出一隻步兵都有這個六五折 那六五折的這個效果 讓他後續可以爆出大量的步兵 那哥德仁呢 他的這個步兵呢 生產速度也是超級快速的 主要還是走這個步兵路線 但是他有三級射身 三級的工兵鎧角 其實他打戰毛兵也是OK的 還有火槍火炮 都是可以的 所以哥德仁本身來說 他是一個不會到非常弱的文明 但是哥德仁他最難的地方 就是難在他的前期 他的前期要活到 如何活到後期 是一個問題 所以哥德仁呢 他在這幾次的改版流 哥德仁有增加這個打鹿肉 跟野豬 或者這個吃得更久一點的效果 大家可以補增大概快一百肉左右吧 那哥德仁這個效果的關係呢 讓他前期可以更早點下易農一木 讓自己經濟更好一點 不會有那種前期被幹個一兩村 然後就死去的狀況 就比較少一點了 不然以前哥德仁 真的是稍微被弄一下就爆炸了 基本上沒得反打了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兩邊的地圖 目前看到地圖的部分 是這個左邊有主金 上方有果子 下方有石頭 又下角有這個黃金 左邊有石頭 看起來這個地圖也沒有到很好 但至少他的金跟果子 可以在裡面一點 稍微安全一些些 而且這個金的部分 也可以稍微微過來 問題也不是非常大 小微的部分也是OK的 大微也OK 那至少 那大概四五十分吧 我覺得沒有合格 因為兩個附金 都在偏外面的部分 好 接下來來看看伯根蒂 那伯根蒂呢 也是我們熟知的MBL 那MBL最近也是打了非常多比賽 我感覺到最近MBL的手感 有回歸以前的FU了 他的最近戰績非常穩定 贏過了很多高手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金框在左邊 上方是果子 目前看到他的黃金在下方 左邊有一塊金就還不錯 這個至少還有一個救命金在後面 但那個金也沒問題 因為他的主金在後面 基本上被控到的時候 他也快要爆炸了 而且小微的部分 他的投資成本非常之少 就稍微微一下 就可以微好正面 小微小微 都沒有問題 所以伯根蒂然這張地圖 至少還算有幾個 雖然果子一流在外面 但看起來也是沒有到很難微 就稍微在正面微起來也OK 那不管怎麼微的話 可能都會比MIPER這邊 投資的資源會更少一點 因為MIPER這個中間的區域 太廣闊了 花的資源太多了 他要小微的話 肯定是不划算的 因為主金會一流在外面 勢必要大尾 好 那由於這邊要大尾 然後MIPER選擇打了一個 是四棒棒開局 那四棒棒開局 三個人挖進的情況下 通常會直接轉裝甲步兵 然後後續接續小弓的打法 而且哥德倫有這個步兵 就有這個減免的效果 所以他前期出到四隻棒棒 讓MBL這邊其實壓力會非常大 但他這邊的肉碼已經偵查到 對方已經出了民兵的關係 所以馬上就下了一個射箭場 那待會才會去補出到黃金 那現在這個階段 他可以去選擇 他要去偷農田 還是要偷一個採礦地 去轉這個工兵出來 那這個就是MBL這邊 要自己做決定的事情 那有人會說 那遇到對方裝甲步兵 當然是越早出工兵出來越好啊 話是這樣說是沒有錯 但你們要去思考一個問題 你去挖金礦的話就代表你的農田會更玩灑 你的肉類獲血會更不穩定一點 這就意味著你實在上得更晚一點 那如果你慢一點出工兵的好處 就是可以踢倒上城堡時代 打出更多自己的經濟優勢來 那我們剛剛開頭有講 伏棍地人的玩法還是比較偏向於 前期的防守反擊的一個部分 先轉出自己的經濟科技的優勢之後 再去轉出大量兵走防守 這是一個比較常見的打法 好 那MBL這邊已經轉出了大概約兩隻毛兵 那有人會說 欸這為什麼不趕快下個兵工場 去點這個一級射 那就回到我們剛剛那個問題了 你如果越早下這個兵工場 或採礦不定的話 經濟就會更慘一點 那對於高手們喔 他們這個木頭的使用量的一個情況喔 他們是非常嚴格去把關的 並不會說我有支勇我就想幹嘛 然後就會造成一個經濟移弱的一個情況 但封建世代來說 是非常需要木頭去撒農田的 好那我們看到Viper這邊也是去撒了農田 但他這邊是沒有點一級的伐木喔 而是先點了一級農 那這邊是出了太多的裝甲步兵的關係喔 造成他現在肉有點缺了 但他這樣有做一個好處喔 雖然伐木技術沒有先下 那農田吃到一級農的關係喔 所以他這些農田應該是可以穩穩的 吃到城堡時代喔 甚至城堡時代中期喔 沒有到中期喔 可能大概城堡時代過兩三分鐘 就會撒第二輪田喔 那這樣子的話 他就可以大概吃到城堡時代 點下二級農 馬上又吃到二級農的效果 就不用再撒第二輪田了 浪費一堆木頭 那壞處就是喔 現在就是木頭或許比較少 所以還是要補一個一級伐木喔 不然這個農田會更難撒出來 更大量的 好 那MBL這裡也沒有把毛病放在家裡 趕快去轉出了更多的毛病 然後槍兵往前衝了 那Viper看到對方垃圾兵過來也是燒了圍了一下 那後方這個地方呢 並沒有圍到底喔 MBL並沒有把自己的圖探好的關係 所以他並不知道這邊可以圍到底的樣子 可能或許他也知道 他也不想圍那麼大 可能怕太遠 可能會救不到之類的 好 MBL這邊被迫跟Biper打架 對方有四隻民兵 這裡要趕快圍一下房子 哇 這裡沒圍房子 直接拿村民跟對方互拚 但是這邊村民遇到 裝甲部兵傷害非常的快速 哇 這邊殘血一隻村民還回頭打 會不會太猛了 哇 結果自己還是損失了一村 後面的洛馬卻打了後方的毛病 但拿了兩隻村民去後面解決掉洛馬 結果MBL只損失了一村 換掉了MIPER的所有單位 那還有兩隻工兵過來 看到這個情況應該直接撤退了 因為裡面的毛病數量太多了 好 MBL這邊有優勢了 而且一級射也點下了 而且還沒有挖金礦喔 哇 有沒有看到 省下了這麼多資源喔 馬上撒出大量農田 這樣子喔 伯恩帝人才可以打出他的身價出來 那這時候伯恩帝人 就可以去思考 到底要不要先去點二級伐木 那如果是我玩伯恩帝人的情況下 如果自己的兵不會斷 村民不會斷 有150肉的話 我會先點下 因為封建時代 遇到這種情況喔 你還是要跟對方打一段時間喔 當然你也可以直接先點到城堡時代之後 然後再去點二級伐木也是OK的喔 那我個人是比較 偏重經濟型玩法的玩家喔 所以 待會有150肉的情況喔 就會去點這個二級伐木了 那至於哪種方式比較好 其實有點看戰況喔 如果你已經看到對方沒什麼在出兵喔 然後 兵量很少 他們防禦也很堅固 基本上 弄太到對方的時候 你可能就不能先點二級伐木了喔 可能要先趕快升到城堡時代喔 才會比較好 那以NBL遇到現在對方這個情況喔 我就知道對方是有在出兵反擊的 光按這個弱馬跟毛兵喔 我就知道對方是 還是有在做防守喔 並不是完全沒有出兵的 那這就意味著喔 他上城堡時代會再更慢一點 那這個時候 就可以去考慮點二級伐木 或是二級農 我覺得二級農可能沒有那種必要啦 二級伐木的話 我應該就可以偷個一下了 那NBL剛剛在蹭亂之中 點下了一個輪軸技術喔 哇 這個經濟好到一個不行 這個時間點 點輪軸技術 經濟會直接起飛喔 好 NBL這邊直接拉了十隻村民 開始大爆挖金 準備也要來升到城堡時代了 那哥爾爾這邊呢 雖然有這麼多農田喔 但是還是被迫出了這麼多的兵龍去防守 被迫轉出兩隻肉嘛 一級射也被迫點了下去 不點一級射的話 自己的毛兵龍會一直被擺換 好 這邊總點下 波紋電力這邊點下了一個市集 待會太多人挖進的話 也可以稍微買肉一下 直接買上城堡時代也OK 但看起來買肉的需求 可能沒那麼夠吧 十個龍蛙精 待會是要應付喔 稍微上城堡時代也要來爆這個重裝騎士喔 那伯恩帝這個文明有一個特殊的打法 就是上城堡時代的時候 直接下三根馬舊 那三根馬舊可以幹嘛呢 可以直接去轉出重裝騎士的升級 然後兩個馬舊出騎士的一個打法 這個打法非常的兇狠喔 因為重裝騎士基本上是城堡時代最強的騎士了 基本上沒什麼人可以打得過他 十二攻的傷害 血量又多了二十滴血 雖然這個血量也就是一把二十滴血啦 算是多了二攻喔 然後又有這個附加品種的效果 所以波紋電力的重裝騎士 在城堡時代算是一個很難產的單位喔 一定要轉出老頭去反擊或是槍兵 才有可能擋得住 好那這邊看到兩邊互換喔 哥德這邊打一打還是有高地優勢喔 那Viper這邊控兵還是控得很好 一直讓MBL去控這坨兵喔 而且後面這兩隻槍兵也快要死去了 但MBL這邊控的也是很好 槍兵一往前之後 也又左右往上下這樣拉 讓對方的 讓這個Viper的毛病會打歪喔 明明這兩隻已經殘血成這樣子喔 卻還是扛了非常多的傷害喔 OK終於解完最後的毛病 接下來用肉碼去騎士就可以了 但現在波紋電力人生時代 還是有30秒左右的優勢在喔 所以待會出關喔 還是有這個MBL先出來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MBL有沒有轉出三碼就有 好這邊沒有轉三碼就有 打的是一個單碼就有轉肉碼的打法 那它這麼多的木材的話 應該是待會才會去補3TC喔 好那再來升級城堡時代圖狀 點下了二級伐木跟二級農田喔 好這也是一個蠻正常的一個升級流程 好但是打法喔算是沒有這麼兇 MBL這邊是決定要打3TC開弄喔 所以才要留這麼多的木頭 好那這邊也要思考要不要去下修道院 那遇到對方有三隻肉碼的情況下喔 下修道院也是可以考慮的喔 當然要特別小心喔很容易被抓掉 那下修道院喔最主要是要去撿聖物喔 還有反對方哥德的城堡時代初期的騎士爆 以上這兩點喔 所以博文蒂這邊下修道院喔 還是有一定的價值喔 並不是完全沒意義的事情 好哥德這邊移上到了城堡時代 補下了肉碼的升級 二級農二級木手推車 不是手推車輪走也補下了 MBL則是補下了手推車跟肉碼升級 兩邊都是打一個偏農的啊 哇這個經濟打得蠻好的 MBL最近也是開始注重經濟起來了 哇靠這個4TC開農 雖然普根地震是一個防守反擊的文明 但 這個比我想要中的還要防守反擊啊 這個太防了吧 防到不要不要了 直接捨棄修道院喔 4TC開農 好那哥德雖然這邊晚上的時代喔 但村民上並沒有落後太多 好這邊有三隻肉碼直接抓到了桃村的村民 看到槍兵過來直接跑掉 好直接高打第一反擊回去槍兵 順利的收掉槍兵的威脅 這時候哥德補下了耕種技術 好 那這些弱馬 是想要去抓對方的老頭 結果VIPER是走一個正常路線喔 開始出老頭去檢視任務 那這邊檢視我要特別小心對方的弱馬 好我跟德雖這邊也是轉出了老頭 這邊老頭出的比較慢 但我覺得也OK 畢竟也看到對方也有出弱馬 太早出弱馬的話很容易被抓掉 不如開4TC開農 他可能是這樣想法 雖然我不太建議大家學MBL龍這樣打 如果對方突然打一個強軍事 潛壓神聖中心 可能會有扛不住的一個可能性 而且這個修道院蓋的有點太外面了 通常修道院蓋裡面一點會比較安全 好那目前看到哥德這邊也是 持續開農肉馬出到了7隻 MBL這邊肉馬也是少量的出 但是他這邊有一些分隊喔 好再偷打一下VIPER這邊的老頭 好下方的老頭稍微著想一下 兩隻槍兵過來幫忙 後面有一隻獅子還在戳 但是第一時間老頭完被收掉了 MBL這邊的肉馬數量只有5隻喔 打的速度非常快速 好這裡有一隻槍兵迷失的方向 撞到了城鎮中心 VIPER這邊按了一隻騎士 來撿一下毛兵的部分 好正面的部分有更多老頭走路過來想要著想 後面的槍兵是沒有招搶到 VIPER第一時間收掉了MBL兩隻的老頭 而且打掉老頭之外 還把這些殘血的肉馬擠擠掉了 結果又看到後方還有一隻老頭 又過去打了一波 哇這一波看起來MBL有點虧阿 好最後一刀很可惜沒有把殘血的肉馬給收掉 但這邊戰績還不錯喔 這邊至少賺了300斤阿 三隻老頭全部被砍光光 一個生物都沒有撿到 好那VIPER在上方想要撿這個生物 順利也撿到了 結果MBL想要這邊偷蓋修道院 直接撿生物結果也沒成功 那個修道院也是白給了 但目前兩邊都是打一個惡農惡木 但這邊哥德爾還沒有補下手推測 火光地人這邊聰明樹甚至還領先 71村對上VIPER這邊62村 聰明差距約為10村 而且還有手推測的加持 好怎麼看都是MBL 這邊經濟再更好上一層樓的 那MBL這邊也是不甘示弱 直接轉出了4TC開弄的一個狀況 那目前這個狀況就是兩邊先開弄 然後稍微用肉碼去打這個 撿遺跡的聖物 撿這個聖物的老頭 有點把他當成競技場在玩 好那這邊出來的村民被抓包 後面的城堡應該是可以蓋得起來 但可能要按一些槍兵跟老頭出來擋一下 好老頭出來 直接招牆後方騎士 騎士有點危險 果然被招牆掉 OK果然擋下來了 這隻騎士變成MBL的 應該就沒什麼問題了 那MBL也沒有放棄這個修導員 直接把上面的修導員蓋好 開始轉出了老頭 上發還補了一個BK工程器製造所 大會要來出衝車 投死車直接前壓了 好這時候的VIPER 還沒有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 上方已經有人要偷偷攻城了 但他的兵還在下方 去保護這些聖物的位置 那MBL也沒有傻傻此攻擊上面 下方也開始多線 開始進攻了 好這時候VIPER點下手推車 稍微買賣一下 準備要來點帝王時代了 MBL這邊則是沒有打算生帝王時代的一個意圖 反而轉出非常多的肉馬 上發工程器可能會轉出衝車 配頭車的一個壓制 好下方的老頭剪生物被發現 為什麼會被發現呢 只要看到地圖上 白白的點不見了 那就一定是VIPER拿掉的 MBL看來也是有 時常在檢查地圖的這個白點 細節都有做好 好那VIPER 待會要遇到的是 果然是衝車 那衝車先一台 在外圍開始慢慢頂 然後投車去攻擊城鎮中心 這是一個給壓力的打法 當然如果升到帝王時代的話 就是哥德的主場了 因為哥德已升到帝王時代 還會在租加10人口 210人口的上限 轉出大量的步兵 跟轉出更多的農民 開農也都不是問題 OK 衝車一台出來 好 兩邊都是轉一個槍兵 欸 伯根蒂這邊轉槍兵就有趣了 他怎麼會覺得說 哥德上帝王是打騎兵呢 伯根蒂這邊轉槍兵就很不自然 好 但哥德呢 確實也不是要打騎士 他轉的是步兵 四個軍營 然後開始上帝王轉步兵 待會應該是會先補下二防 然後再補三攻 如果他只要打這個哥德衛隊的話 直接轉這個攻擊也可以考慮喔 直接轉三攻 然後轉哥德衛隊大量跌過去喔 甚至連對方騎士都可以稍微扛一下 好 後方兩個老頭 這邊騎士過去會有點危險喔 可能要被招響掉了 哇 但是這兩個老頭都在進入CD時間 不能招響 哎呀 可惜了 VIP可能有意識到 對方兩個老頭一起招響了 所以直接拉了一隻騎士去解掉 好 兩台衝車繼續攻擊 成功頂掉了VIP的一個市集 待會要再補一個了 這裡趕快騎士 抓掉後方的村民再一刀 拿下 沒有問題 後方的弱馬們 也是很努力在騷擾當中 VIP的村民並沒有掉太多 還維持在110村左右 MBL在115村 兩邊村民數差不多了 好 一到地龍時代 直接點了奇兵的升級 還有這個尊兵技術 後方的隊員這邊轉出的是馬上輕鬆兵 他的寶兵的話 第一下有外增傷 非常高的傷害值 好 攻擊是8加21 第一下傷害 但目前哥德爾轉出了大量槍兵 是不怕這個馬上輕鬆兵 即使被換掉也不會覺得心痛 好 那哥德爾馬上補下了警噴 但也是優先點下了二防 哈雪也補了 二級攻也補了 攻擊力慢慢穩穩的升上去 VIP現在打的是一個偏正常的路線 但很可惜他的生物 並沒有搶到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被MBL給奪了回去 當然是4生物打1生物 差點就全生物自罷了 這也是VIP很恐怖的地方 在一陣騷亂之中 他還可以用生女去把這麽大量的生物給撿回來 好 槍兵這兩邊互戳一下 看起來上方的問題還是沒有解決乾淨 VIP好像也不是很著急想要解決上方的問題 開始開始往前了 但博恩第一陣沒有城堡 這個城堡可以考慮蓋這個高地 拆城堡之獄 蓋完城堡還可以來挖石頭 好 他決定要蓋一個最高點 而且是偏靠近對方城堡的位置 好 哈雪也補好了 二級色也點下 是要來轉戰毛兵嗎 戰毛兵是要來打博恩帝的什麼呢 槍兵的部分嗎 但槍兵的部分的話 哥德可以直接用自己的大量的槍兵去反擊回去 應該也是可以的 唉唷 轉出來的是馬弓喔 果然不是要打戰毛 打馬弓 哥德馬弓的缺點喔 是沒有拇指環的 但是他有重裝馬弓喔 但也沒有安血人戰術 但他的好消息是他有三攻三防 弓兵的路線可以正常使用 但重裝馬弓就是沒有拇指環 所以哥德德爾也不算是可以當作一個馬弓過敏使用 但搭配得好的話好像可以喔 總覺得最近這些頂尖高手們 玩哥德爾的玩法越來越奇怪了 都已經開始不是走步兵路線了 而是走這個馬弓路線之路喔 上幾個禮拜天空熊也是打出了哥德爾馬弓路線 感覺這好像變成哥德爾的新套路了 哥德爾馬弓 哥德爾這邊補下了三級射 火箱地人這邊轉出了更多的火箱兵出來想要防守 這裡馬上輕撞兵想要來挖 找這個伐木工 但是沒有找到 不過正面的部分還是抓到比較多的村民 但正面兩邊都在開始對打起來 過分地人這邊火箱轉出來之後傷害非常高 17加421攻的火箱傷害喔 那VIP的高地城堡沒有想要修理的意思 直接棄手 那VIP這邊高打地的傷害非常的高 讓對方城堡也是倒掉了 兩邊城堡都爆架的情況下 NBL有要打算直接衝鋒嗎 但是他現在能衝鋒的東西 並不是騎士 而是火箱兵 所以火箱兵也不敢冒然前進 那這邊看到馬弓 哇而且三級射已經好了 化學也有了 而且還是重裝馬弓 攻擊力很正常的7加4 但沒有拇指環 所以射擊速度還是慢了一點 直接用老頭去招向後面的火箱兵 正面的巨頭有點危險 果然被砸掉了一台 三台軍力投資機還在左邊開始進攻當中 這時候VIP點下了三攻 讓槍兵的傷害開到最高點 左上方 右上方的這個位置 還是用槍兵稍微防守 並沒有派更多的兵 去解決上方的一個問題 反而是很努力在進攻NBL的正面陣地 哥德馬弓第一時間上前 點掉了後方的一個老頭 但是這邊可能會被著想掉一隻吧 結果沒有被著想掉 這時候哥德點下了無陣服狀態 準備要來轉出哥德衛隊 哥德衛隊來說 是哥德裡面的步兵 移動速度最快的單位 雖然吃到火箱傷害很痛 但後面有馬弓 如果哥德衛隊能稍微扛下傷害的話 也可以打到一些不錯的一個能力 甚至可以針對對方的戰毛兵 那波關蒂這邊要轉戰毛兵也是ok的 並且有三級射 但也沒有三級的弓兵鎧甲 那如果遇到這種情況的話 我覺得轉哥德衛隊 還不如直接轉哥德的大洛馬 更實際一點 雖然洛馬沒有三級馬卡 但三級上洛馬是完整的 而且不需要黃金 或者就是用大洛馬配哥德衛隊 混搭式的去出這個兵 可能會更好一點 那哥德這邊沒有打算這樣做 直接升級了精銳哥德 遇到精銳哥德的話 可能就是要硬著頭皮 去扛這些火箱傷害 就不能用肉馬去吸引連傷害 去打後方的戰毛兵了 哥德現在是有210人口 那VIPER現在人口是188 波關蒂這邊則是200人口 好 剪下了銀罐技術 伯恩帝葡萄園也補下了 接下來伯恩帝就可以在農田裡面找到黃金 上方補了一個城堡 來守住一下這塊石頭 還有商城這裡 好 家裡轉出了一些哥德衛隊 開刀210人口 哥德衛隊加馬攻 好 火箱 哥德衛隊果然是秒殺 但是MBL這邊並沒有其他的正面部隊 沒有坦克部隊可以扛住傷害 這邊只能用戰毛兵去硬扛對方的 哥德衛隊 其實有點難扛 我記得哥德衛隊打這個戰毛兵 只要兩刀就可以了 搞掉一隻 好 結果 BIPER也是轉出了戰毛兵的升級 但是這邊已經開始多線騷擾 這邊用大量的馬攻 直接燒到非常多的村民 這邊致死一次騷擾非常多的哥德衛隊 直接衝到MBL家裡 目前MBL家裡突然大爆炸 前方陣線喔 感覺上是MBL有優勢 但其實他家裡已經BBQ了 但MBL這時候沒有意思的 那哥德人這邊是轉出了戰毛兵在家裡防守 馬攻的話待會就可以繼續往前送 甚至不用在家裡防守也OK了 所以只要用戰毛兵就會手下火槍跟戰毛的推進 MBL家裡反而是完全不知道該用什麼擋 用火槍擋的話可以稍微擋住一下 哥德的這個哥德衛隊喔 但是有點難解這個馬攻喔 馬攻的血量實在是太多了 而且射擊速度比火槍還要快一些些 那MBL這邊要反擊回去 可能還是要轉出一些戰毛兵配火槍喔 確實是一個可以解掉這個打法的一個問題 當然不轉遊俠好像有點吃力 但轉遊俠的話 又會很容易被哥德的槍兵給反推回來 好正面的部分 這邊損失了大量的部隊 巨型投石機這邊開拆 但是哥德衛隊繼續往前衝刺當中 還是順利打到火槍兵的一些血量 好又有更多哥德的部隊衝了出來 麥可這邊兵倒下之後又補了更多兵出來 基本上沒有傷到任何經濟 反正是MBL這邊村民術只剩下77吋 村民差距已經被打了出來 差距快要將近50吋以上了 MBL的火槍配戰毛的攻勢 問題不是非常大 問題是家裡沒人手 而且也沒有機動性單位 可以及時回救 剛剛能扛住都是用一出來的兵去防 所以防守效果也不是非常明顯 最終MBL還是損失了大量村 村民殺敵士已經損失了108吋 VIPER這邊是殺了108吋的一個單位 非常的誇張 這個多線燒 是VIPER的一個醍醐位 他拿手東西就是這種窒息式燒 這次不攻擊你組成 或是攻擊你前線 他用這個多線 也可以把你打到不要不要的 這時候MBL突然打出了GG 哇 哥德馬公 真的是 該不會會變成 以後主流賽事這種 大家遇到哥德都要去提防這件事情 如果要提防哥德馬公的話 那確實會讓大家的文明選擇 會有一個比較 處於一個麻煩的一個地步 因為斯蒂利國的文明 這個 文明的選擇 如果遇到哥德的話 本來用可以單純的想法 火箱就可以搞定 或是用騎士就可以搞定的一個文明 但是 如果還要出現防馬公這件事情的話 可能就沒那麼單純了 文明上的選擇可能要更小心一點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MBL這邊拿下 全部的 輸 MBL 有點慘 每個東西都輸 哇 石料真是輸得快一倍 但他輸也是輸一點點 如果要不是 哥德這邊 剛剛有殺進去那一部 如果打到後面 沒有殺到這麼多村民的話 可能還會拿到一兩個勝利 這個三個資源都是非常接近的 只有石料 差距很遠 還有這個聖物的數量 那KD值的部分 是由VIPER拿下1.30的一個優勢 那1.30呢 有一部分是村民的關係 所以這個KD值看起來很漂亮 那確實也是達到這個重點 可能VIPER有注意到 MBL把所有的冰流往前送 那他這邊也是故作 故作自己撤退 然後去爭執去攻擊他的家裡 這個策略我覺得是非常不錯的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各位掰掰